不是滿身的嗎? 所以這個是告訴我們說 每一個眾生出現在這個世間 他有他自己的方式 我們在坐的每一位在這邊 這邊有沒有化身的 就是先人化現到這邊來 親法的有沒有 有的話就招出來吧 沒有啊 所以大家都是拍身的 然後呢 住在哪裡呢? 那有些呢 我們是住在地上 這邊有個住在水裡面的 等一下笑了 客戶要回到海裡面去的 沒有啊 所以大家是地水火風 眾生有些是地的 有些是水 有些是火 真的有時候你去那個 比如說有去參觀過那些火山口 你會看到那個地方這麼炎熱 我們在香港 在馬來西亞已經很熱了對不對 我們就覺得好熱的 就需要冷氣了 他們在那些地方啊 那火山口旁邊啊 還是有眾生住在那邊 所以依火而住的 沒有啊 所以 有些呢 衣 樹木啊 什麼 種種生類 種種色身 形狀 相貌 有些長壽 有些短壽 族類不同 名號不同 心性不同 有些比較兇 有些比較柔和 心性不同 觀念不同 直接不同 遇樂 有些喜歡這個 有些喜歡那個 眾生 不同的眾生 還有呢 你們不喜歡吃辣的啊 有些很喜歡吃辣 有些不喜歡吃辣的 有些不喜歡吃辣的 不能吃辣的 飲食不同 住在不同的地區 然後呢 甚至包括天龍大部 人和非人 也從腳的角度來看 有些是沒有腳的 兩隻腳的 四隻腳的 還有多腳的 從腳來看 有色如色 有這個色身無色色身的 有想如想 所以這一邊呢 是告訴我們眾生 那我們用說 恆順眾生的時候 不是恆順A或者B而已 是包含了這一切一切的眾生 這種模式 就像我們在做慈悲觀的時候 先要認識各種各種的眾生 那你在祝福這些眾生的時候 你才知道 我現在祝福 祝福你 祝福聖者 祝福非聖者 祝福什麼 他會有各種眾生 在你列出來 那怎麼樣恆順呢 剛才認識了眾生 什麼恆順呢 我們來繼續再念 種種成事 是種種種供養 如敬父母 如奉師長 其巴羅漢 乃至祖父母 等 如有異 與諸病苦 為座揚毅 與世道者 侍起爭奪 與暗夜中 為座光明 與貧窮者 令得覆障 披屎 如善如是 平等 描寧 一切 為恆順 眾生 要做到怎麼樣 不管是成事 還是供養 就好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樣 把這些你要恆順的眾生看成是父母 師父 這個是傷害我的人 No cannot 當然一開始不行 正常 但是你知道普賢普尚他在教的時候 他標準就很高了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恆順眾生 要把他看成是敬父母奉師長阿羅漢 是如來 尤其如來 我們學北傳教法的人 一切眾生都有如來而信 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所以把他當成世界未來佛來看 這是向來北傳的教法來的 但我知道你暫時做不到 也不是沒有方法 就能夠假假的觀想說 好啦他得罪我 好啦他是未來佛 就是這個樣子的 等一下我們會談到一些方法 怎麼恆順呢 這邊也提了四個概念 很好的一個概念 一 他有病 我們做他的醫生 你看 不管是生的病還是新的病 我們做他的醫生 當然不是真正說去買藥給他 沒有那個qualification 然後隨便點來開藥 不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屁育 可以做兩億 如果他迷路了 給他指出正路來 做他的GPS 如果是在黑暗當中 他很害怕 做他的光明 如果他是一個貧窮的 你安他的寶藏 復藏的意思就是 沒有被他發現的寶藏 是隨時給他幫助的 所以你看 五賢行願品這個經文 是不是描述得很好 非常的 寫得非常的好 但是一個概念就是什麼呢 叫我們怎麼去陪伴 他你要焚飾一個眾生的時候 這些都是你可以 陪伴你可以做的東西 用這樣的方式來平等 老衛一切眾生 好 來這段我們來念一下 何以虎 菩薩若然神殊人眾生 則為誰遵御娘諸佛 若於眾生尊重臣事 則為尊重臣事如來 若令眾生生奔喜者 則令一切如來奔喜 為父 諸佛如來以大悲心 而為敬佛 應於眾生而起大悲 應於大悲生福之心 應於獨體性 成本聖也 如果這邊這一段呢 就告訴我們 為什麼要很尊重生呢 你們想不想供養佛 為什麼你們想供養佛 因為有福吧 因為在講功德 對不對 你們很想供養佛 那麼 古潔菩薩就告訴我們 最好的供養佛的方式 是什麼 恆順眾生 當你恆順眾生的時候 你就在供養諸佛 當你恆順眾生的時候 你就是在尊重成事如來 用最恭敬的心對待如來 然後呢 當你恆順眾生的時候 你就是在令佛歡喜 或者他說 你只要把恆順眾生 這個部分 眾生傷害你 你的不生起憂腦心 懂得處理 懂得面對不起憂腦心 懂得去包容 懂得去寬恕 這麼一個恆順眾生的一件事情 讓你完成三個很重要的事情 一個是什麼呢 供養和佛 一個是什麼呢 尊重佛 還有呢 讓佛歡喜 做了在我們生命中 很值得做的事情 而且也是我們一直在做的 一直在做什麼呢 對著佛像 供養佛 然後呢 禮拜佛 對著佛像 古潔菩薩薩 然後告訴我們什麼呢 回到你的生活當中 回到你的現實生命當中 把每一個傷害你的人 獨如實實的 尊重他 供養他 讓他愛心 這個是在佛經理故事 古潔菩薩的這個願裡面 我們可以學到的 所以 這個部分 這個願 怎麼樣讓我們完成佛道 最後的一段話裡面呢 告訴我們 它的著手處 就是 從大悲心下生 用培養大悲心 來完成你的佛道 如果今天你學佛 是為了 有一天可以成佛道的話 它的著手點 就是什麼呢 從大悲心 從有情眾生下 大悲心能夠生佛體心 為什麼大悲心能夠生佛體心 為什麼大悲心能夠生佛體心 佛體心是什麼 對啊 佛體心是什麼 對你來講 成佛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願成佛道 信佛道 可成 願成佛道 這個是佛體心 上修佛道 下化眾生 是佛體心 對不對 當你說什麼是佛體心 發佛體心 上修佛道 下化眾生 今天你要是真能夠把大悲心培養起來的話 把眾生都當成是你的修行的一個對象的話 這樣子從大悲心入手 能不能夠完成你的佛體心嗎 能不能完成你上修佛道下化眾生的這個大願呢 而且在過程當中還能夠讓你成本正義 建立像佛一樣的體悟 像佛一樣的智慧 所以恆順眾生這個法文呢 是從大悲心相守的 好 你們看 講完了這個道理過後 我們回來信實人世間談一下 要有方法 我剛才講的 今天因為我 本來是說他臉還比他找到問題 因為我還有內容還會講完 所以我還是把他講完 如果有時間再問 沒有時間我把問題帶回去 然後我想辦法明天回答 如果你明天能夠來 如果你明天不能來 你的問題在我這邊的話 沒關係 你上網聽 一定可以聽得到 所以我把他講完 回到現實生活當中 難以被寬恕的人是很多的 沒有一個方法 沒有一個方法 不是說今天你讀了 不先洗臉 要很順重 之後也回去 就要強迫自己了 看數很順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不教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我們先來認清楚一下 是的 令人受傷 聚回五心 會不為他人著想的事 常常在發生 從人而來 OK 令人恐懼 愚昧 愚昧 不恐惹 惨褲 也是這樣子的人 也很多 有些人從不道歉 這個是現實生命 有些人是不覺得自己有錯的 甚至他也不覺得自己會錯的 事情上呢 有時候付出了很多很真誠的 卻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 這種事太多了 我渾順不來 這事情真的是極度的毀了自己的身心與生命 有些事情是毀了自己的身心 毀了自己的心 威脅到自己的生命 不是說寬事就寬事 想要狠事就狠事 沒那麼容易的 或者是長期受到暴力的虐待 或者是性侵犯 這些都是不容易說 比如說我為什麼要把這些事情告訴大家 因為我很怕很擔心 很多人呢 嗯 學學了這個 聽了道義法師的課 講得很順重生啊 講得懺悔驗 不過呢 身邊有人 受到性侵犯 然後呢 他就去跟他講 哎呀 這個很順啊 懺悔啊 原諒啊 佛教都這樣子 或是念古前菩薩的願 就可以了 很多人會這樣子做 這個是不對的 永遠要記得 因為你不是當事人 他受的傷害 你沒有承受 然後呢 你就講說 哎呀 去聽道義法師的課啦 去念念這個經啦 事情就解決了 很多學佛人是這個樣子 甚至有時候呢 人家面對一些 人家面對性侵犯啊 或者是威脅到自己的生病啊 還跟人家講什麼呢 你看 你業障比較重 所以你要多愛慘 這個 這樣的學佛人啊 太糟糕了吧 所以我要先 我們說今天我們講 何時事 我們講唱的也 我們先要把 會面對的事情 和人 先弄清楚 然後呢 輕重 我們把它弄清楚 再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的處理 所以絕對不是說 哇 這個人面對問題 面對的事情 念這部經 忏悔一下就解決了 不是這麼簡單 這要弄清楚 所以我們先講 關係議題 講苦 講到每個人面對的 很難面對的事情 其中一個就是 關係 人與人之間 只要你是人 你就離不開關係 一起 看到這個辣椒嗎 你們有沒有在這邊 去過一些 印度餐廳 這個是 印度餐廳 這是 印度餐廳 還有什麼 四川的餐廳 對不對 然後你進到那個餐廳 人家會不會問你 你要佛拉 你能接受佛拉 一到五跟你選 在香港會不會有 這樣子的情況 先問你一下 你能夠享受佛拉 所以面對這個關係議題 我們也來看看 如果你真的用佛法 幫自己或幫別人 先弄清楚 對他的傷害有多大 如果是一的話 就是比較輕微的話 可能自己會有時候 會產生一些負面的情緒 不理性的想法 偏差的行為 輕微的 自己的 還沒有傷害到別人的 輕微的 當然 學習佛法 或者透過一些修行 宋經和禪錯 可能就可以化解了 OK 如果今天這個關係議題 牽扯到虐待暴力的行為的 千萬 這個就已經到了五 科度是五的 很嚴重的 千萬不要跟人家想說 哎呀你要業障重了 你去拜拜餐了 就沒事了 這個不是處理的方式 你去靜坐 你去拜佛應該沒事了 人家扣到頭都破了 他的問題還在那邊 要明白為止嗎 所以要弄清楚 這個時候可能需要有心理輔導 可能還要尋求法律的學習 所以一個學佛人 要幫一個人 或者要幫自己 首先要認清楚嚴重性 如果這個暴力或者是這個虐待已經沒再發生了 就已經過去了以前的 現在也追究不來了 那麼可能留下陰影 也就是說這個暴力沒再發生了 這個虐待也沒再發生了 不過有陰影 那麼你可能這個朋友 需要做些心理輔導 然後再配合佛法的修行 這樣明白為止嗎 所以不要一部經 一個佛教的道理用到底 要看嚴重性 要看嚴重性 這個是關係議題 心理疫情 心理有時候是心理的痛 也是一樣低頭 輕微的還是一樣佛法 學習佛法修行 心理就可以調整過來了 如果他已經到了中度的話 比較嚴重一點點 比如說開始有點睡不著 有點焦慮了 心裡面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每一個人 尤其現在這個社會 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是壓力太大 可能是我們接觸的 電子產品太多 新增了很多的焦慮 都已經產生這種心理的 所以當你發現的時候 有一些中度 中度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可能需要一些心理輔導的時候 還是要做心理輔導 情況不要講到還要 我這個學某人跑去做心理輔導 我老婆一丟眼 不要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 我們還是要有尋求一些專業的方法 或者是如果某一個師父 他根本不懂得這些心理諮詢方面的方法 去找他 每一次只會講說 你夜當中啊 要拜一餐啊 這種夜分身覺 你幫你的問題 你還是要怎麼樣 哎呀 我這樣子去找心理醫生的話 會不會太對不起那個師父 你不會對不起那個師父 包括出家人 我也常講 我的出家人 需要心理諮詢方面的時候 我還是跟 如果他來找我 我不是這個專業的話 我會告訴你 可能看一看心理醫生 看怎麼講 跟他們談一下 你有覺得 一點 這樣啊 身心的健康 跟你自己的臉皮啊 哪一個重要 問自己 到了重度 重度很嚴重了 可能要精神科專家 你們這裡也在精神科專家 你們可能叫什麼 真理衛生科 就好經典 可能 因為比如說 當需要吃藥的狀態 你還是要面對 那你可能問 如果我說 師父 我怎麼知道 我的朋友或者是我 到底是1還是5啊 下面有一個連結 今天晚上回去測試一下 幾個問題而已 幾個問題而已 他們已經很專業了 做得非常專業了 是中文的 中文、英文都有 然後你就做一個簡單的回答 你就知道 到底的心理有沒有問題 他們也就報告出來 然後如果你發現 你心理有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帶著這個報告去 去見那個醫生 現實生活 你還是 這個佛法還是不理生活的 這個方式 所以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可能你覺得你不需要 但是你了解一下 你身邊的朋友 不管他學過不學過 他需要幫忙的時候 你至少有一個管道可以幫他 不會只是告訴人家 唸佛就可以了 拜餐就可以了 送經就可以了 你耽誤了他的就醫時間 就很方便了 所以還是要懂這些方法 那 了解剛才的狂況後 如果是現在我們回來講說 比較輕微的 比較輕微的 可以自己用佛法去處理 我面對的 然後開始跟自己有這樣子的一個 對談的 對話了 不寬恕到底有利有利 問自己 如果今天我不寬恕 不管是不寬恕自己 還是不寬恕那個對不起我的人 不寬恕 給自己 會有什麼利跟利 其實一點利都沒有 通常是利比較多 有時候會有分蓋 有些甚至會自殘 會失落 甚至情緒綁架 捏造故事 一直在開始捏造故事 把自己 變得好像很可言 稀稀 這樣子 Drama Cream A3 奧迫 沒有利益的 都是B 比較多 認清楚 所以這個問題 可以在這個書裡面 跟自己有這樣子的對話 這件事情是我不能原諒的 可是這個我不原諒 我選擇不原諒的話 對我有什麼好處 可能一點好處都沒有 然後呢 對我有什麼 愛處 他自己跟自己有這樣子的一個 對話呢 來做一個這樣的記錄 然後重新想一想 這個你可以從很多 名人的一些語錄裡面去了解 寬恕到底是什麼意思 原諒到底是什麼意思 原諒是什麼意思 寬恕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不了解 也不敢去了解 好 你不會因為寬恕而變得軟弱 卻因為寬恕而獲得自言 這是你們曾經想過的一句話嗎 你不會因為寬恕而變得軟弱 因為一般人都會覺得寬恕 我原諒他 代表是說我比較軟弱 他這邊告訴你 你不會因為這麼多 你不會因為寬恕而變得軟弱 而且更重要的 你不會因為寬恕而變得軟弱 你不會因為寬恕而獲得自言 我想很多人沒想過這句話 我們基本上想到寬恕就是 我又輸了 我輸給你了 可是真正來講的話 你慢慢去參透這句話的話 你會發現 當你真正寬恕的時候 你自己換來自我 你公平直的生命和快樂 並非取決於傷害你的人 有沒有給你一個道歉 意思就是說 他即使沒給我道歉 我一樣可以獲得很有品質的 大家明白嗎 不是你的快樂 你的高品質的生活 沒有建立在 他有沒有跟你說抱歉 都沒了解的 這個就是你可以建立的一些觀念 當你看到這樣子有意思的話的時候 你覺得你生命中需要的話 記得寫下來 在這本空白很多地方 空白的少數 學習寬恕是療癒的開始 學習放胎是褪變的開始 所以我很喜歡 有時候呢 每一天 看一看一些明人的語錄 有些時候讀到一些 覺得對自己很有幫助的 對身邊幫助別人 有幫助的 就反正寫下來 這就是我們的功課 生命就是一種學習 這個也不錯了 沒有時間 所以寬恕 當我們認清楚了 方法是什麼呢 這邊有提了三個 你要唱歌業長 從唱歌變成能夠橫順 或橫順自己 橫順大家 那你要有方法 第一個 重複的自我提醒要寬恕 第二 開始建立留意身心的習慣 要做轉移 第三 散發慈愛給一切眾神 用這樣的方式慢慢的學會方式 好 每一個方法我們來看一下 重複的自我提醒 重複的自我提醒 當然不是每一句你都要抄了 就是選一句 如果是你常常在自願怨他 就是因為他 糟蹋了我的一生 但怨下去有沒有用來 有沒有用來 我寬恕自願怨他的過世 好 有時候呢 我們曾經被人家傷害過 後來我們就從此放棄我們自己 我寬恕自我放棄的過世 好 甚至有時候呢 我們受到的拒絕多了 最後我們 都在開始呢 自我拒絕了 Close你自己的gole OK 我寬恕自我拒絕的過世 有些人在生命當中 只會餵別人而已的 我寬恕以別人為主 而忽略自己的過世 OK 如果你是長期的 親密在負面情緒當中的 我寬恕 更清楚自己 我寬恕長期 親密在負面情緒的過世 這個叫做 重複的提醒 自己